两个高铁站不管是要载客或者是送客 临停就是不能停太久 桃圆站外头直接架设科技执法 AI自动独秒超过三分钟 违规停车直接开罚 很多驾驶可能觉得可以通融一下 但通融这个放过那个后方车辆主位排的越来越长 上下车尖峰时段很容易交通打劫 原先有警方取缔 6月15号开始桃圆高铁站一号门及八号门 临时接送区启用科技执法 临停超过三分钟 围停开罚都不啰嗦 因为他有通知你 那你还不走 那你被罚是应该的 对不对 除非他没有通知 他如果他没有通知你 他就开罚 那当然 现在都没有这个处罚 就已经车子已经这么多了 对不对 你等到下令 你看这一次 都是有些来来去去 没有人会停很久 不止网络上民众热议 现场民众看法也两级 因为AI系统自动侦测独秒 分别在一分半 两分半跟三分半 会在电子看板显示 提醒驾驶人驶离 否则多停个几分钟 代价最高 得罚一千二 其实很不划算 不过民众也指出 一整条聆听区 看板就设在中间 很容易没注意到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声音 或者因为 要不能就要每一格都要有 回到现场 电子看板都已经架设完毕 但其实像这样 如果驾驶把车辆 往前停一些些 可能就会看不到提醒 或是侦测不到 不过城中大队指出 目的是规券并非开罚 使用高铁临时接送区 因相互体量 等待时间如超过三分钟 一利用高铁周边三十分钟内 免费停车之措施 共同发挥接送区最大的效益 使用新科技 桃园高铁站是桃园第一个启用 其他像是台中也有装设 主要还是希望民众守法 否则再送乘客反吃罚单 得不偿失 TVBS文杨清波林立桃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